第八章 觉醒在能量层面上的表现 当我们处在高度觉察的状态中时 身心的各种障碍 内在的堤坝就被打开了 而当它们打开时 身心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觉醒会让一个人产生许多不同的转变 没错 觉醒就是从人格身份中醒过来 但它同时也会对这个人本身产生深刻的影响 使他在许多层面上发生转变 为了让你们具体了解 我所探讨的内容 我一直在讲述我的个人经历 我在25岁那一年的觉醒经验 以及后来的一些挣扎 我想接着往下讲 大约在32岁那一年 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 我经历了另一次深刻的觉醒 从本质上而言 它与我在25岁时经历的那次觉醒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要清晰很多 我想比较准确的说法是 我在25岁时经历的那次觉醒 有点模糊 它就像是一个人在雾天里 来到阳光底下 尽管我的视野 尽管我的视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但还没有完全清晰 发生在32岁那年的觉醒 则异常清晰 它是一个不可撤回 不可逆转的时间 一个不可逆转的洞见 我看到我既是万事万物 又什么都不是 同时又超越万事万物 和什么都不是 这与我在25岁时看到的真相 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看到我的本质是难以言表的 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在一直不断地穿越 穿越 穿越 一直抵达存在的根本 现在 我并不想详细谈论 那次觉醒经验 我唯一要说的是 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忘记过 我觉悟到的真相 意识的光圈 再也没有观赏过 与此同时 在我身体层面上 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 这是我现在想要探讨的 这些身体 或能量现象 往往是觉醒经验的一部分 有些人在觉醒之前 就会经历 我将要在这里 探讨的一些现象 而其他人 只是在觉醒之后 才经历到他们 因此 无论一个人有没有觉醒 我将要谈论的内容 都是普遍适用的